有研究报告预测 以目前的起楼和人口增长速度来推算 多伦多和温哥华在八年后的每月平均租金 分别会为超过五千元和七千元 昨晚的报道 北枚省协和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 动用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技术 以现时的起楼速度和移民及人口增长速度计算 预测全国两访泊文单位租金水平 将会持续大幅上升 其中多伦多的租金由去年大约三千二百五十元 预测将会升至五千六百元 温哥华就由去年大约三千四百五十元 推算更会升至七千七百五十元 赞写报告的学者认为 新屋动工量需要比目前多至少六倍 形容现时任何一级政府都无法独自承担这个建屋量 必须借助资本市场和大型发展商的力量推动 报告又认为 目前的住宅空置率太低 而且每年的落成库存量需要达到百分之十一至十二 才能拉低租金水平 以多伦多为例 去年的落成库存量只有百分之一点一 即是供应量要急增十倍 才能够满足市场需求 过去三年全国平均租金急升接近三成一 所以外界分析 租金胜幅预测并非无可能 产生他本身做olic 三小小の径 一群